推手 功德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几个面向来讨论我想这样谈 那么因为大家都很清楚 大家就是一个修行得道的大德的弦弦 大家知道因为我们人类的行为存乎一心 那么我们的心思意念这么复杂 如果往上面 往光明面 使得这社会 使得这社会能更好 就存乎我们一心 存乎我们一心 存乎我们的念头 如何 因为如何让大家都好 大家过得更好 那么如何大家彼此来激励 来往正向的思考 我想是很重要 我想这是 我想我们也是在师父的领导之下 在努力 在推动 就是说我们如何向上来上进 我想这是最根本的一个方法之一 另外呢 我们说 我们发挥我们每一个人的良知良能 我们认为今天的我们人类的行为 事实上我们内心深处都有个良心 都有个良知良能 很多的行为心思意念都会在最后的关键 也许是意识的门闭 意识的糊涂 但最后对自己都会调整回来 它这有个钟摆效应 所以我们除了自己的觉醒以外呢 当然外面有社会的规范 道德规范 以及法律的限制等等啊 但基本上最后还是要存在我们的心里 这种钟摆效应来存在 是我调整 我想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说 如何自立和平 除了我们的心思意念以外 就是我们如果发挥我们的良知啊 启动这个东西才是 所以要让人人自我做起 这是个人的看法是这样 最重要的一个 我认为说 我们啊 那么人与人之间啊 那么还是要 就像师父刚刚讲的 我们要尊重生命 我们要尊重生命 那么今天不管是万物啊 任何众生万物啊 它都有生命 今天每一条生命都是可贵的 今天每一个如果心存这样一个 尊重生命的念头 尊重每一个人多 每一个条生命都有生存的潜力 每一个人都有自主的潜力的话 今天世界上就很好 就很好处理 今天你不能因为这个人颜色不对 他是白的黑的 不会因为他是长得丑与不丑 然后他是出生在哪里 对这些有所趋势 这是不对的 因为人生好平等 上天生下的 他就有生存的空间 生存的潜力 我们人与人家 我们没有潜力去敌视对任何一个人 没有一个潜力可以是排斥 或者欺杆某些人 不能在这里生活 因为这个人多有生存的潜力 我们都要尊重生命 每一条生命都可贵 如果你能尊重生命 世界没有纷争 所以我认为说 第一个要尊重生命 生命 师父刚刚开始 生命是个延续 生命是个延续 生命是一个以大自然结合 才是智慧的延伸 那么我们要尊重生命 第二个 我认为我们要有包容心 我认为说 今天的人 你不能因为这个外观 或者你自己喜好 他长得不好 你可以不一定要喜欢他 但是你要尊重他的生命 你要尊重他是个人 你要包容他 你不能因为他 或者因为他程度 或者他认知 或者他想法跟我们不同 你就来攻击他 对不对 我认为不可以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 多人来包容别人 我们都能承认世界上都有个差异化 每一个人自己有自己的思想 每一个人有自己的看法 每一个人有自己的喜好 我尊重我不一定接受 但是我可以理解 我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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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那么你不能去对你家有什么 如果你心存 对人生命尊重 对人尊重 而且有包容心 那今天世界就好 何况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难处 每一个人有每一个立场 每一个人有每一个想法 本来是这样啊 每一个阶段 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所以我们有些人要提亮人 有些人不能提亮人 一见跟你不一仗 马上就是对立 马上就是批评 马上就是攻击 马上就是二阳先对 我想人与人间不是这样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人认为 说今天的世界 如果我们能尊重生命 能尊重人与人之间的一些潜意 能包容 能接受各种的差异性 能包容各种不同的看法 都可以啊 为什么世界上一定要有一定的看法 一致的看法呢 人家想贵的败 有什么不可以呢 那为什么人家这样想法 他过得也很好啊 他认为对他也过得很心安 很自在 为什么一定要跟我们想法一样呢 所以我们经常用以自己的价值 有自观一定要强制在人家对方的身上 我们认为是很不公平的 今天社会在很多的战争 很多分支不是这样吗 经常强迫到人家的 我们应该尊重 人家要尊重 要接受人家的看法 要提掉人家的立场 只要他好 他没有害到别人 我想这是 我想我们第三个 第四个呢 我认为说 我们跟人之间啊 除了要尊重生命 尊重智慧以外呢 要跟人和睦相处 那么不管我们活加慈悲 对任何人都有怜悯心 同理心 那基督教也说要爱你的敌人 要爱你的灵人 要与人相处 所以为什么 因为每一个人 都是在我们相互相处 都我们相依为命的 都互相效应 互相帮助的 所以第一个呢 今天 你要尊重每个人都有生存前 自主前 生命前的话 你就会尊重人 你就会跟人家相处 然后要跟大自然和谐 今天的社会 为什么出了这么多的问题 就像刚刚讲教授 事实上我们整个大自然的宇宙秩序 很多都被扭曲 被弄乱掉了 造成了很多的世纪大灾难 今天的日本的大地震 海啸 把这核电压充回来 用核电 发电 现在核电被控制不了了 不晓得叫它停停 停不停 不能停下来 一直在发烧 一直在分裂 控制不了了 造成人类几十年 几百年 可能都还没办法消散掉 人类前面起了它的 发电的好处方便 后面所说后患无穷 大家不可收拾 然后现在人类一直要突破自然的秩序 自然界的宇宙的定力 把人类的基因 把各种生命的基因 移植改变 修改 把各种植物 发挥 移植 结枝 弄成整个自然气息大乱 这带来人类是或是乎 是大问题 所以刚刚讲过 如何回复到自然跟大自然和解共处 这是一个大的课题 今天如果人类在为了这么自私 这私意的这样来破坏自然 破坏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能和平吗 不太可能 好 那么 最后就是说 人与人家刚刚讲尊重包容这些 所以我们的想法就是说 今天的世界啊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能得到照顾 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得到一个提升改善的话 而且每一个人人类受到尊重 每一个人都有 活得很有尊严 过得很自在 唯有这样的人 我想我们世界才能和平 所以今天很多的国家不是强权千力 它就要武力先进科技 想制服每一个国家 事实上我们看打倒的只是那些建筑物的破坏 破碎变成废墟 事实上有没有打到他们的心呢 没有一个国家服气的 你看看几个国家 阿富汗有服气吗 伊亚克有服气吗 没有 你不能服人 只能服人一死 一小时我就没 今天我输你 我没办法搞不过你 看你不服他 他不能服人一死 这个所以说我们今天的社会 唯有用心存乎一心 尊重人 尊重生命 尊重智慧 这样的情况之下 大家和平相处 以大致上共生 我想这样才是自立以世界的和平之道 而不是用各种强权 潜力 或者用法力的各方面的手段来达成 这是我个的一个看法 因为时间关系 我这种简单的报告 也请各位先进来指教 谢谢 谢谢 谢谢陈教授 我手上有黄教授的这本世界和平 我夹的这一边 这是我们明道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 我们林立尔林教授 渊源很深 我们老大已经做三个小孩子的妈妈了 她在美国学礼 三个小孩子都拿到高学位 但是他们从小就拜她为师学书法 所以她在政大时期 就是我们小孩子非常亲近的书法老师 今天难得 因为我们研究所跟明道有合作的关系 等一下我们再请她来跟我们回应 我夹在这个地方的 正好是樊教授 他当时写这个世界和平的时候 就归纳了全世界在研究所谓和平学 研究大概可以战争与世界和平 经济与世界和平很多 大概有一个顿点非常重要 就是心灵的安顿 你把心先安好 把心安好 把心是照顾好 那你自己本身才会平安 跟你在一起的周边才会有好结果 你那个时候的善心善念才会出来 所以我想刚刚陈教授所谈的是非常根本的问题 所以我想这个不是高谈 也不是所谓的载化的小谈 我想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假如各位有机会看一部最近再三重复放映的 打不倒的勇者这部影片 你可能会看到南非的曼杜拉总统 当他是在因为南非的种族的冲突 白人土著人的这个严格的所谓的割离政策 造成他呢 在整个的政治生涯当中有27年在建议里头 但他出来以后他 开始呼吁开始选总统 那所有的黑人都告诉他 他们以前是我们的敌人 这白人是我们的敌人 他全部都告诉从他身边的照顾的人 跟那所有的这些大官小官 所有这些平民百姓要放下仇恨 要把这个所谓的敌意呢 都要安顿下来 要去把人尊重 要去把人看上 所以有的时候 我在帮人家正婚典礼或者 自这个结婚的这个贺词的时候 我说我的长话短说 我只是请你们两个呢 因为把你 男生的你 通常来说下面会加一个心 女生的你呢 通常下面就不会加心 各位看现在大英百科全书 有一个英文字根本没有字 他放在哪里呢 放在英文的 H-E-A-R-T的Hard的旁边 就画一个心 画一个爱 所以这个心呢 就是爱 所以弗洛姆说你是真爱 包括了真正的照顾 真正的责任 真正的所谓一个了解 那也包括到说 你对对方的那种所谓一个回应 那所以的是说 曼洛姆就告诉所有的子民 我们一定的是要把心念要调整过来 我想这个就是所谓的心灵的安顿 那假如说我们能够在基本上能够做到的话 那我们小世界小我心灵内在的心灵世界 不是很平安吗 我想陈教授也是他 在很多地方也是这个都负责过 今天也是谈的是回归到非常基本面里头 股票到最后跑来跑去也会跑到基本面嘛 那所以呢基本面还是最重要的部分 所以我想这个一点都不虚假 OK 谢谢 我们现在第二个阶段 我们就开放了这个回应 三位主论人呢如果说有需要再补充 我看师傅写了很多 跟我的笔记一样都写的密密麻麻 师傅呢 别人谈东西呢他都很虚心的这个记录 他也都会自己本身呢 等于说当做一个有效的刺激呢 是在把自己的重新在认知组合 在所谓的体悟上再组合 我们也可以请我们在场的 各位远到来的客人 明到来的客人呢也不是一眼 因为他在山下而已 那我们也从台北来的 我们各位法师各位讲师各位同修呢 都可以自由的回应 我们是不是先尊重一下我们台面上 有没有要补充的 那请 回主持人的话 主持人刚刚有交代说 希望我在工作上面 智慧台湾全外面 来做一些补充 刚刚师傅也一再强调尊重智慧 今天当今的现在的世界 最重要的世界的价值主流之一就是 知识有价 尊重知识有价 那么使用者付费 受益者付费 那这个观念变成现在 整个世界的经济的新的次序 那么尊重智慧财产权 那所谓智慧财产权 一般来讲 那么除了著作权以外 还有专利权 还有商标权 乃至一些商艺信誉 那么这些无形的知识 无形的资产都在智慧财产保护的范围之内 那么我们非常感谢师傅的领导 在微信中非常重视智慧 因为微信就是智慧 那么如何来保护智慧 而且来应用智慧 这是我们是当今世界 都在努力推动的一个方向 那特别是像今天这一场 那么智慧财产权 其中之一就是著作权 好我们讲现在目前这个著作权 著作权包括些什么 以文著作啦 美术著作啦 戏记著作啦 那么录音著作 影音著作 视听著作 这些建筑著作 这些包括电脑设计的程式 很多些著作作放在内 包括今天我们在这里开这个论坛 那么陈萌师傅邀请我们来 那么我在这里有诅作权 因为我在演讲 今天说实在我们很客气 是有代价请我们来的 有代价 所以大家是在用这段时段里面来买 那么我们一些看法见解 这些看法见解 有没有价值 不一定 有多少 但是这个是对一个知识的尊重 知识的尊重 但是同样的喔 好 今天我们拿出席会 同时的今天演讲也弄得很好 因为这个一个今天在这边听演讲 听完了以后呢 我们这演讲能不能传播出去 能不能扩散出去 那要著作人 要塑钱 刚刚我们那个塑钱书已经签下去了 我们两个全部都瞎下 无条件的 无时间 无地意义的 没有限制的 你们只要 任何刚刚我们讲的哪一句话有用的话 你们要用多可以 我们多塑钱啦 这是一个智慧才能的尊重应用 我们这边很高兴 那么实务院长很重视这个事情 那么讲到那个著作权 著作权刚刚讲了 我画一幅画 画完了维持 出来这幅画是我画的 完成著作权就属于我的 不需要叫政府机关去登记 也不需要 只要完成 签上名 这个就是你的 谁如果给你一个盗版盗印啊 跟这种人来讲 都是清换你的著作权 因为著作权是我的 唯一的就是这是我的 那么比如说我现在写了一篇文章 写了一篇文章完来以后 那么印出来 这个是我了 这整个是这个 所以著作权是著作完子的时候 就取得它著作权 华力就给你授予这个潜力 不需要任何潜力 只要你证明说这个是我写的 我划表了 这个情况 你这潜力就收到保障 著作权 保障的时间多长呢 终生加五十年 终生 比如说我现在七十岁 也许我在活三十年 我这个 我今天讲话 我可以如果我没有受准 我可以继续维持三十年 保持三年 不但三十 终生 终生呢 你还活的那几年 都受保护 不但这样还生后还加五十年 终生加五十年 所以你的著作 像黄教授的著作 他的著作 他这一生完了以后 他还可以传给他子女 他子女 这是我妈妈的著作 还可以继续享受五十年 这个著作 没有经过著作人 跟合法的继承人的 授权的同意的话 你这个著作 他的著作 你不能被人家来重制 复制 和谁的改版 改编 重印 都不可以 都要经过他 所以你说 你的著作 是终生加五十年 除非经过著作人的同意 基本上你是不可以 但是 有个例外 如果你是个人 自己个人参考用的 哪一段啊 你个人参考用 不来花表 或者个人参考用的 或者在合理使用 什么叫合理使用呢 就是在他使用你 他都有把你那个著作人的 那么出处跟姓名都有标示出来 因为我们著作前有两个潜力 一个潜力就是人格潜 人格潜 这个著作是谁的 一定要给他标 这个终生不管他生后生前啊 你这个著作是谁的著作 这名字永远要挂的 谁让我刚刚买下来 我买了啊 姨佑任的一幅字画 我买了不能改成我词面帮写的 姨佑任还是姨佑任 姨佑任 姨佑任要标示 这姨佑任的话 但这个所有钱已经归属我 因为我 他我买来的 是这样子也售钱 银贓给我的 那个 所以他有人格钱 有姓名钱 要标示 另外他有财产钱 财产 因为他这个著作是他的 他有潜力去花表 他自己都可以 但是别人要用他 要利用他 使用他 营用他 要经过他同意 那经过他同意呢 那就要付出报酬 何时他同意 他不要报酬 又怎么样 就要经过他授权 这是一个著作前的 如果呢 你没有经过著作前 擅自去给人家 营营超齐啊 何时来嘛 家印来贩卖啦 如果是这样的话 基本上也罚很重喔 要判三年以下有机徒刑 而且还给病科75万罚金呢 那么我们一个 判刑喔 会关起来的 我们一个人 一个人的生命名义 如果有判刑 有刑罚的记录 是很不光彩的事情 很不好的事情 所以我们一直充塑 最著作前的保护 这些情形的尊重 直接要小心 不然呢 很容易误犯刑划 因为他判三年以下 所以有些学生 写论文小学不小心 没有讲解 没有弄解 被人家告 如果告一成立的话 可能会判刑 那对一个联心写者 写子来讲 这个是不得不重视的 所以我们今天才服役 尊重智慧才能 尊重诸作前 是个蛮重要的事情 但是 什么叫诸作前 所以诸作前 保护的是什么呢 事实上诸作前 它有个定义 诸作前是保护 它诸作人的表达 只是表达而已 它只是这样表达 它用画出来 写出来 要表达 还演出来 那只是表达 那个时候受到保护 至于他所表达的理念 表达的思想 表达的方法 不受保护 不是做出 做出前不保护这个 如果你是 如果你有新的创意 新的方法 新的过程 制造过程 我发明出一个过程很好 如果很好 符合专利的条件 你要用申请专利 用专利的方式来保护 不是用诸作前 有没有听太懂 诸作前 只是表达 只是保护你的表达的 这一部分 你表达 用文字表达 肢体表达 语言的表达 哪样的情形 至于你说 你讲过了 你讲过了思想过程 我也来重置 也可以啊 你拍一张照片 你拍一张照片 这拍得不错 我也是跟你来拍 也可以啊 有没有通过 没有通过 你拍一只鸟 那一只鸟在哪 我一直找 那一只鸟在哪 那一只鸟在哪 我一直找 不会来拍 你那一家你有著作前 我拍这家也有我的著作前 不容易说 你拍了 我就不能拍了 那不是这样的情形 我想这些观念啊 也许可以给大家来参考 因为除了著作前 那个专利权以外 还有商标权啊 包括我们 譬如说 我们的维心中 我们益金协宴 这个招牌 这个招牌 这是商标权啊 因为这代表 我们的学生 学子 的气质 气温跟商欲 如果我们这个招牌 被人误用了 那我们要维护 我们这个招牌的权 像这些都有 就要受到尊重 受到保护 我想 在今天 21世纪啊 如果谈在现在 所谓现在文明 如果不知道 什么叫智慧才安全 如果不知道 尊重智慧才安全 知识是有价值的 那么如果 没有这观念来讲 不能算是个现代人 我想做这样的普通 谢谢 我到中文来以后 我就一直很努力的 做这件事情 第一件 请我们江实行长 以他在贵贯的出版的经验 来把师傅所有的著作 都去登录 登记财产 所以师傅现在在中文里头 所有的东西 都是 都是 受保护的 第二件事 本来师傅说 要我们去把 所谓的心灵升华的一些 有关的比较 吉利人生的文章呢 能够去找来 把它呢 是 送给我们大家一起来 看看呢 是不是能够也能够感染感染 我就请了我们蒋教授呢 因为他电脑很厉害 所以他们两位呢 就花了很多功夫呢 当我们几乎把所有能够找得到的文章呢 通通都找来了 到现在还是一落在那边 当我们要 出音的时候 然后 我请他们 每一篇呢 都要去 问 有这篇 从哪儿来的 这篇 从哪儿来的 要去 问 请他们呢 给我们 同意 因为我们就是非卖品 同意 我们来刊登 来引用 结果他们说 我们也不知道啊 我们就这样用了 如果 我们这些东西都还在 因为我们很清楚 他们呢是不知道怎么来的 他们怎么用 那是他们的事 我们现在呢是 没有经过的同意 我们就哪来 我们就用 责任就在我们 告起来以后呢 是我们一定是 败诉 所以 变成呢 我们因为 守法 而把这些好文章呢 就暂时就 存在那边 因为找不到 都找不到呢那些 以前都没有去 如果今天是有人已经登记了 我们再向他要 向他请 都可以 我的两本书 人生里面探索 快乐傻瓜 成事务厚爱呢 我就 从 哈务顾问公司 从桂冠 书局 他们也都同意 我也都同意 都无价的 送给我们中门 他们几位 所有来我们这里演讲的人 就一定要帮我们 他们实在很客气 他们签那单子呢 大概是 签单子归签单子 钱都没有拿 但是那时 尤其有一张 我说一定要签好 就是那个授权书 你授权书没有签好的话 那我们不能够拨 我们不能够用啊 所以说我们的 表示对这个智慧的这种尊重 所以这种财产 应该是在某些地方是 虽然是有价 但它已经是无价了 我们那时把它当做无价 将来可以把它 广传 那这才是我们真正的 是办这些活动的真正的 这个意义跟目的之所在 刚刚那时 陈教授提到 很多地方要吃官司 各位也许 因为我在主持我们中文的论台 那个论文 发表会的时候 我一再强调 各位你可以去 饮越多 表示你读越多书 你越有学问 但是你要注明它的出处 那如果你没注明 那我说这个是 可能你不习惯 或者你不以为意 我现在这里随便 第一个 抄人家论文 丢了教职还吃官司 这里最近的 有中部的某一个大学教授 接受的是政府单位 也是要去研究一个东西 研究完以后送出去 结果人家发现说 研究呢是 有一部分 不是所谓的心意 因为它抄人家的 尤其是一个很重要的图 那因为用人家东西 没有加注 那人家告诉他说 这样子的话 违反著作权法不可以 他说这个有没有 这没什么小意思啊 这没什么关系 结果人家说不可以 这是不可以 那所以呢是 要求他呢 退回原来的研究会 文章我们也不要了 研究会全部退回来 就他不高兴 他就告 告了以后 结果是如何 研究被指炒取 告状 哪个单位 败书 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特别要 借这个机会 既然是我们所有的各道场的 我们的住职 选修同事的事情 要讲是都在场的话 我想是这个是很严肃的 正式的告知大家 不是过去各位以为都是我在挑剔 报告完以后 我再请各位加强 以为我在挑剔 我绝不是挑剔 是因为知道 所以告诉大家 今天也是特别 所以我们两位教授的都在场 他们也是帮忙做了 因为是著作权的问题 所以我们找不到人家的这个同意 所以我们也没办法能够去完成这个心愿 因为法定的规矩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请各位大家 就是尊重这个现在的智慧财产法 我们很希望 我们中文的很多东西 你可以创 比如刚讲一只鸟 它这么造 你这么造 但你可以发挥更大的创意 各位看到 大S的婚宴 风风烈烈 现在今天 昨天的头条新闻 就是买了送的那个什么名牌包 什么娇娇包 那是怎么办 结果是人家告他是缓冒 告他是滥用人家的mark 所以像这个东西就是 以前的都大概都不太在意 现在非常非常的在意 请各位借这个机会 大家也努力的把我们的著作 想办法去写出来以后 我们又能够去登记 又能够去把变成我们中文的财产 我想这样子我们的这个智慧才能变成 有机而永续 师傅有没有要回应 我们请林教授林所长 我们在这里 师傅 杨老师 两位教授 还有各位 前辈 那个如果以智慧财产权 这件事情就是抄袭的事情 以我们在中文中文界 我们是规定二十八个字 如果你 你跟人家是雷同 是一样的二十八个字 那就叫做抄袭 好所以我们必须要画 画作自己的文字 好那理念上是没有关系 但是尽量就是要做住了 但是这个在我们学术界 这个抄袭是道德的问题 要很严守 但是有一个念头 就是善念 还有善行 那是多多抄袭为好 那我自己在政大二十五年 从我大学进去 那一直到退休 所以总共大概六十四年到 前三年退休 那我自己一直有很多 不可思议的一些过程 那今天听蒋教授的演讲 他说从混沌之中 混沌到最后 终究他有他的规律 那我自己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真的是 哎感觉上真的我今天 就归纳了许多点 第一点 就像我自己 我是研究 因为以前一直认为 只有思想性的东西才是有价值的 所以虽然从小就喜欢写书法 但是我觉得 那个不是人生的究竟 好所以 因为是希望能够考 研究大学部的时候 能够进历史系 结果偏偏考上中文系 但是还是不甘愿 还是到历史系去听课 好 那每天 像大一的时候 是以实际 当每天的订课 一清早起来 就在学校的教室里面 每天一定要读一篇这样 中文读不懂 还是一样 照这样的次序读 好 但是 然后后来留校了 好 不是 硕士班的时候 就研究先行诸子 好 那 结果留校之后 好 他们 有一天就没有书法老师 然后他就说 哎 你既然会写书法 你教 其实我并不是这个领域的人 结果就冥冥之中 那每次都一直不断的抗拒 因为 提出来理由就是 因为要改学生的作业很多 那只要 一改一教一个书法课 那我自己可能就 一本书就没有了 就是因为花的时间太多 那到 这种过程 常常一直在抗拒 但是 冥冥之中 引导我的 到最后我终于落叶归根 在书法的这一块领域里面 好 那这个就是 从挣扎混沌之中 然后找到了规律 现在国学研究所是书法研究所 我在这里当所长 那第二件事情 就像以前在政大的时候 有一天 黄老师说他的孩子要跟我学书法 实际上 这个过程都是在抗拒的过程 当然我是不喜欢教书法的 结果怎么 在课堂上要教书法 回到家里还要教书法 所以他们的孩子是我 唯一在外在家里 等于是在宿舍里面教到了一个孩子 之后也一样是没有的 所以很多人都说你 我的孩子你教 就是 到你那里学书法等等 我几乎都不敢讲话 所以他的孩子是第一个 也是唯一的一个 那也就是这样的因缘 跟他们家 结上了这个缘分 那杨老师也是我的老师 因为教育学分的时候 我们都要修教育系的课程 那杨老师带颖我们的许多 一直都感恩在心 黄老师 长得又好 然后在学校里 我们常常都是 到傍晚的时候 大家衣服换下来 短裤就是在学校运动 那像杨老师他就打网球等等嘛 那那个时候 他的孩子跟我学书好的时候 我就在想 因为我在大学部的孩子 刚开始我是教他们欧阳群的九成功 但是在那个过程的时候 我想到这样一个孩子 我应该要带他什么 那后来我选择的是 欧阳群的黄虎蛋杯 那那个念头就是因为他 非常的清楚 线条各方面很清楚 那再来就是真正 所以我那时候的想法是 让这个孩子要有正念 然后整个非常的挺拔 心真正这样 那这样带颖我不知道 后来对他的影响怎么样 但是逐渐我就发觉不可以 因为那个是法度 因为那个是有点 他虽然很正 但是里面法度生严 那小孩子就是 比较好的 比较 嘿 那个 狡猾的 后来我就在正大的时候 我就慢慢去思考 好像不是这样 慢慢的我就 带引他们走违背的路 甚至到最后我离开正大的时候 是带他们行草 就写书法写行草 让他们知道怎么去辨认书法的那个行草 然后能够把自己融入到那种行草之间的 一种灰灑之间 就像在这个线条之间 我就非常的赞叹 师傅这个 这样的一个线条 到底是怎么样来的 就是整个胸臥的一种 宽广 那无界线 那所以 就在这样一个演变之间 然后我自己糊里糊涂 就搬到了中心新村 大概有十年的时间 那跟正大当然是一心一直是相细的 但是我 我在一种混沌的摸索之间 我不知道今天我来到了这里 竟然又跟杨老师跟黄老师他们接上了这样一个线 所以混沌之中又有他的规律了 好 这个是 好 那另外 我 我从正大去了玄奘 那又不得不到了明道 好 那因为以前一直是在逃避 认为终究我已经找到我人生的方向了 那书法虽然也是一个可以落实在修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修行的法门 但是他终究还不是我的生命的终极 好 那我 我又不能不到明道 因为他们当时提出的理由就是说 在中文界必须要有书法方面 有书法方面的一种专长的老师太少 然后要申请博士班 两年来都没有过 所以我只是这样一个心念想说好嘛 我去明道帮帮忙 然后之后我可能还是要走我自己所谓修行的这一条路 好 那来到那里 然后就 突然半年后 怎么跟 就是那个益京大学接上线 那实际上我根本不知道益京大学 虽然我住在中文新村已经十年 好 已经有十年的时间 我不知道 就突然就感觉到 这到底是又是什么样的一种冥冥之中的安排 在混沌之中又找到了一个规律 好 然后就跟这些的线索 整个的接上线来 好 那我 因为跟明道 这样的一个因缘 我们要成立在书法研究 书法的这一组之外 好 要成立另外一个益京的 一个新的组 好 那我就接触了益京大学 那 刚过来的时候 就师父送我 好 就是刚出版的 好 一支行者那本书 一回去我就马上代读 好 那我们 从小以来 一直到长大了 是非常明确的 去许一下许多的愿的 好 但是那些愿我们又实现了多少呢 好 所以在 在那个 看师父的那个传起来的过程的时候 有没有 他许下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愿就是 希望世界能够和平 好 然后我想说 喜愿的人 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心意念念也是 是如此 没有错 但是 真的我们落实在 一种大 一种落实的在做吗 好 而这样的一个 艰巨的工作 似乎是如实的 一步一步踏实的在推广 而且也是这样的 好 一步一步的 那么如实的来代言我们 所以这是我很 我非常敬佩的 所以这也是 我在整个人生里面 好 那种寻寻觅觅 好 混沌的一个 一个过程之中 我又找到了一个 成色的规例 谢谢大家 谢谢林所长 非常难得 我告诉你说 我们小孩子呢 他 从 高中时代 一直到现在 做三个小孩子的妈妈 他Standful的PhD 博士后演就完了 他到现在还在捐血 他到现在还是 一直持续的在捐血 小孩子 每一个都 从BurPomo 开始学起 包括我们去 他们在家里头 一定都是用中文 我最近跟华老师 正好是 上次跟国语日报社的 黄院长 那 请他呢 给我订购单 准备的是把他们的国语日报呢 让他们杂志 另一份送给他们长期的礼物 所以他们呢一直表现的 姐姐表现得很好 所以后面两个也都表现得很好 我想也许黄老师可以跟你多数叙述 那 这里有好几本书 都是黄教授写的书 我可是不是 请华老师回应一下 因为 有一有二 谢谢大家